仙人正要過巴馬線 沒想到水泥車要轉彎 駕駛看都沒看 車頭猛撞上去 難此撞摔倒地 整個人直接被囤進車底 畫面觸目驚心 還好最後行人還能自行爬起 事發在新北土城京城路 水泥車沒煞車裡讓 仙人慘遭擊落 身體多處擦錯傷 所幸沒有生命危險 仙人地獄還沒完 台北是北投明德路 公車路口直接左轉 女子撇頭發現司機 完全沒有要剎車 立刻把腿狂奔 驚險閃過車頭 目擊民眾全都看傻眼 網友也怕轟 職業駕駛罔顧人命 應該解雇 是不是又要怪給事件死角 而同樣搶壞的還有他 台北內湖康樂接約雙 在機車直接逆向 還跨越雙黃線 這麼猖狂的騎法 下一秒果然出事了 後方行車記錄器排下 機車軌切應急 殘遭執行轎車撞飛 連人帶車摔在地上 另外這輛新北消防勘災車 以下開到路間 以下蛇行衝到對向車道 車身沿路搖搖晃晃 地點在宜蘭台二線 目擊駕駛驚嚇連連 果然過完後每隔幾秒 直接猛撞山壁 空氣瀰漫大量神兔 這輛新北市的勘災車 宛如馬路兇氣 對此消防局表示 開車的黃信消防員 疑似不熟悉路況 加上身體不適 才會導致車禍發生 所幸沒在波及其他人車 也讓人捏把冷汗 接著張正銘 陳冠宇 中文報導 就流露了 接著轉動 接著可以下雨 by bwd6